和动物界几大臭屁大王相比 你放的屁简直太斯文了 动物界臭屁大王首先就是羊 据说2015年新加坡航空有一架飞机 要运送2186只山羊 可飞了没一会儿 飞机的烟雾警报突然响起 飞机内也弥漫着诡异的味道 难道有生化武器 最终飞机迫降 搞了半天才发现 原来是这群山羊集体放屁 飞机里的甲烷严重超标 但在大象的屁股前 羊屁算得了什么 大象超长的消化道理 满满都是恶类细菌 人一天大约放一生的屁 可大象一天要放3400升臭屁 这里面大约7%是甲烷 也就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 基本上大象一天的屁 送你们三口吃家做一天的饭了 嘿老婆 要不明天我们把天然气停了养大象吗 用具个燃料这事还真的有人研究 目标就是世界上真正的屁王 牛百万 全世界大约有15亿头牛 一年打盒放屁排出的甲烷 几乎占了全世界人类所有活动 排放甲烷的27% 于是就有人给牛吹上了屁包 背在牛身上直通牛的肠道 每天每头牛都能收集300升甲烷 就要是改装成一个飞行器 一点火 那就真正的吹牛吹上天了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